好 看看明天到底樂透的頭彩 會不會開出來講落誰家 那麼明天晚上的頭彩獎金 說是16億 後來變成17億 現在有網友叫到18億了 那麼有網友在家裡面 苦思怎麼樣才能中到這個樂透頭彩呢 算一下這個什麼49×49 一大堆的這個機率 算到後來發現說 只要扎個7億下去嘛 就所有的號碼全部包了 那我不中誰中呢 現在在網路上面 想要求求大家一起合資 來壓這個7億元 不過呢 也有人覺得 這太異想天開了吧 彩券行的老闆說不可能啦 光是把這個牌全部印出來 得要花個280幾天才印得完呢 謝謝 大樂透連槓走期 現在頭彩獎金上看了18億 現在有網友呢 竟然在網路上揪團說 要集資7億來包全部的牌 新年元發財夢竟然有網友 想揪團把大樂透的牌 一次全部包下來 不過想包全餐代價可不小 因為全部的號碼組合 高達1398萬種 以每柱50元來計算 得花上將近7億元 而且就算真的湊到了7億 包全餐還是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不可能呢 因為光是要把全部的牌印出來 就得花上280幾天 採券行老闆說 因為系統包牌只開放16個號碼 如果想把全部49個號碼都包起來 要一柱一柱慢慢的印 平均印一柱要花3秒鐘 總共得花282天才能把1398萬柱印完 如果想在3天的投注時間完成 得號召94家投注站 日夜不休瘋狂印採券 就算真的讓你印完了 假如有其他人一樣中了頭彩 那就真的賠恨慘 你要買7億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而且你也沒有那麼多錢買 投資在沒有時間打這個 不值得我覺得不好玩的 平常會買彩券的民眾出午 一大早就跑去排隊 會領財神爺的發財金先討個好財運 不過集資7億元包牌 讓民眾也直呼 這實在太逸祥天開 我覺得領到財神爺 給我的紅包比較實在 中間一段下軍程 林曉凡台北怎麼倒